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在洪水北岸开战。 开战前,宋国国军宋湘公明明知道对方兵力比自己强,他却坚持要打这场仗。 明明知道采用突袭的方法或许可以取得胜利,却坚持要等到对方排好阵势在正面开战。 结果宋湘公大败而归,而他的这些军事策略后来更是让他沦为历史的笑柄。 那么在这个笑柄的背后,宋湘公当年到底在坚守着什么呢? 系列节目《政治制度史话》,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贵族的落寞。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了在贵族时代,尊严和身份对贵族的重要性,以及由此展开的行不上大幅的话题。 今天,我们讲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洪水之战。 通过这场战争,我们来看看真正的贵族是什么样子的。 洪水是现在河南省东部地区的一条河流,公元前638年的冬天, 在洪水的北岸爆发了春秋前期的一场重要战争。 这场战争不仅塑造了春秋的政治格局,而且标志着中国政治的重要转折。 这么重要的洪水之战是宋国国君、宋湘公主动飘起的。 说起宋湘公这个人,可谓是大名鼎鼎。 有人说宋湘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也有人说他是志大财书,根本就算不上是当时的霸主。 那么,宋湘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宋湘公名叫姿甫,是宋桓公的嫡长子。 周湘王元年,公元前652年,宋桓公并重,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宋桓公要立资府为太子,准备继位。 但是,资府向父亲恳求,要把太子的位置让显给自己的庶长兄穆仪。 穆仪的年纪比资府大,但却是宋桓公和妾氏生的儿子。 春秋时期,中国分邦建国,政治和社会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 在宗法制度下,嫡数有别,嫡长子继承一切。 所以,宋桓公没有同意,大哥穆仪也不敢继位,逃到外国去,躲避弟弟资府的浪贤。 不久,宋桓公去世,资府继位,就是宋湘公。 资府浪贤失败,但是博得了谦谦君子的名声。 可是,大家在心底里,估计都在嘀咕,说这个宋湘公资府就是一个傻貌,连国君的宝座都要推让一番。 宋湘公更傻的事情还在后统。 春秋五霸中最先称霸的齐桓公死后,天下霸主之位空缺。 宋湘公呢,就想仿效齐桓公,会合诸侯,争夺那霸主的地位。 他觉得自己啊,争夺霸主的理由很充分。 首先,宋国是一个公国,宋湘公是公爵,是爵位最高的诸侯之一。 其次,宋国延续的是商朝的血脉,宋湘公是商王后裔,血统高贵。 在周朝的分邦建国体系当中啊,宋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诸侯国。 所以,宋湘公觉得自己是既有资格又有道义和责任, 在齐桓公之后啊,把天下霸主的旗帜给树立起来。 我们来看看宋湘公是怎么做的。 当时,宋国称霸最大的阻力啊,是南方的楚国。 楚国势力膨胀,从汉江流域向中原地区渗透。 楚国奉行的是赤裸裸的强权逻辑,依靠强大的军队侵略和威胁诸侯国。 中原地区的不少小国都依附于楚国。 宋湘公觉得楚国这么做是不对的,怎么能够势强凌落呢? 为了解决楚国的威胁,为了恢复中原的和平。 宋湘公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召开国际会议和平协商。 于是,宋国向各国发出号召,建议各国在周湘王13年,公元前639年的秋天, 在余地召开诸侯大会,讨论恢复和平与国际秩序的问题。 宋湘公的大哥穆怡就劝他说,我们宋国从实力上来讲,是一个小国。 以小国之力召集诸侯,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穆怡认为,国际交往是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上的, 一个小国在国际舞台上是办不成大事的。 但是,宋湘公认为,国际交往是建立在道德与正义的基础上的。 只要有理有据,即便是小国也可以纵横天下。 穆怡见弟弟执意要做,就提醒他说, 楚国人不讲信义, 劝宋湘公带上军队去参加国际会议, 以防有变。 宋湘公很反感,说, 这是一场和平的大会,团结的大会。 况且,是我倡导的,怎么能够带头不守信用呢? 于是,宋湘公不带军队充满期待地开会去了。 到了开会的那一天,诸侯们都来了。 还没有进入讨论和平秩序的内容, 宋湘公就和楚城王因为征当会议的门主发生了争执。 宋湘公说, 宋国爵位最高, 理应由我来主持。 楚城王说, 论爵位, 我是王, 比你的公爵要高。 宋湘公愤怒了, 他说, 周朝建立时, 仅仅策分楚国为子爵。 楚国的国君称楚子, 所谓的楚城王是你自己分的, 天下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 你擅自称王, 本身就是大逆不道。 楚城王才不管什么制度, 什么礼法。 如果遵守礼法按照制度形式, 楚国只是江汉地区的一个小国, 怎么可能和宋国争高相? 楚国奋行的是实力原则, 相信实力决定地位, 他正是势强凌落, 才陆续的吞并了周边的数十个小国, 扩张到江淮和中原一带。 楚城王他根本就不相信开会能解决纠纷。 楚国人把国际会议当作是另外一个斗争的舞台, 他们早就暗地里调兵, 埋伏在了这个会场周围。 如今, 楚城王突然造出扶兵, 抓住了宋湘公, 带回楚国囚禁起来。 所谓的国际会议立刻就不欢而散, 宋湘公被楚国关押了一阵子, 受到羞辱, 最终就在鲁锡公的调停下, 楚国释放了宋湘公。 经过了这次分波, 宋湘公应该吸取教训了吧。 但是宋湘公固执己见, 坚持道义才是政治的根本, 他决定大兴仁义之师, 讨伐大逆不道的楚国。 当时, 依附楚国的郑国国君郑文公向楚国行朝礼, 诸侯只有在朝见天子的时候才能行朝礼, 郑文公严重违规乱纪, 践踏离法, 宋湘公完全看不下去了, 决定先教训郑文公, 宋湘公要攻打郑国, 大哥穆宜再次劝阻他, 宋湘公不听, 亲自领兵进攻郑国。 郑国向楚国求救, 楚国派兵反攻宋国, 双方的军队就在洪水相遇, 洪水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公元前638年, 宋楚两国在洪水河畔对峙, 战争一触即发, 宋国在军事装备和单兵素质方面明显弱于楚国, 宋湘公的哥哥司马子虞建议, 双方实力悬殊不如尽早退兵, 保存实力。 可宋湘公却为什么坚持一定要打这场仗? 双方实力如此悬殊, 这一仗又应该怎么打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贵族的落寞。 战斗打响之前, 大哥穆仪再次劝宋湘公退兵, 这里要说明一下, 宋湘公的大哥穆仪自子虞, 因为当时担任宋国的司马职务, 所以很多史书上也把它叫做司马子虞, 司马子虞对宋湘公说, 我们宋国的军队兵甲不如楚军兼力, 战士不如楚军强壮, 我们依靠什么战胜楚军呢? 子虞就建议战且退兵, 将来再说, 宋湘公却信心满满地说, 储兵甲有余, 仁义不足, 我虽兵甲不足, 但仁义有余, 仁义道德在我们这一边, 如果以有道之君, 必无道之臣, 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 宋湘公坚持不退兵, 他坚信道义必胜, 胜利一定是属于宋国的。 两军对垒, 洪水之战正式开始, 宋军在洪水的北岸, 占据地里, 摆好了正式, 储君采取攻势, 抢渡洪水, 向北进攻, 当储君还在渡河, 没有全部渡完的时候, 司马子虞对宋湘公说, 储君人多, 我君人少, 趁着他们现在没有全部渡过洪水, 请您下令进攻, 趁着储君慌慌张张渡河的虚落时刻, 宋军如果发动突袭, 胜算比较大, 宋湘公摇摇头表示反对, 过了一会儿, 储君全部渡过了洪水, 开始在河边布阵, 子虞又建议宋湘公下令进攻, 趁着储君还没有做好准备, 发动突然进攻, 这个时候宋军还有胜算, 宋湘公还是摇摇头回答, 不行, 宋湘公为什么不同意利用储君, 没有做好准备发动突袭呢, 因为在宋湘公看来, 对正在渡河或者还没有布阵完毕的敌人发动突袭, 是不道德的, 是不符合理法制度的, 夏商周当时的作战规范啊, 是这样的, 双方军队聚集在开阔地, 约定时间, 分别列队布阵, 然后是击鼓前进, 直接发动正面冲锋, 决出胜负, 所以先秦的战争往往是一个战场, 一次交锋, 一天之内决出输赢, 大家都堂而皇之地列队布阵, 然后用主力对主力从正面发动攻击, 光明正大直接了当, 宋相公完全接受不了子鱼突然袭击的意见, 等储君摆好了正事以后, 宋相公就率军对储君发动了正面攻击, 宋相公勇敢地冲在了最前面, 从实力对比上看, 储国帝大物博, 储君人多势众, 而宋国国力薄弱, 宋军规模较小, 正面作战肯定是不利于宋军, 洪水大战的结果是, 宋军大败几乎是全军覆没, 充分宪政的宋相公多处受伤, 在司马子虞的拼命掩护下才侥幸逃脱, 宋国是元气大伤, 从此再也没有力量参与诸侯争霸, 只能依附强国随波逐流, 战争结束以后, 宋国人都责备宋相公, 宋相公自我辩解说, 君子作战不伤害受伤的敌人, 也不俘虏虚发斑白的敌人, 古时候的君子作战啊, 也不依托地势, 聚首险要,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遵守的, 我即便是亡了国, 也不会去进攻那些没有摆好正式的敌人, 很多人对宋相公的辩解不以为难, 司马子虞就很不客气地对宋相公说, 您不懂作战的道理, 强大的敌人因为地势不利, 没有摆好正式, 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能对人家发动突袭呢? 在战场上, 只要是我们的敌人, 不管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 还是受了伤或者年纪很大的人, 能进攻就该进攻他们, 能抓到就应该俘虏他们, 敌人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呢? 我们奉勇作战就是为了消灭敌人, 敌人受了伤, 不忍心再去杀伤他们, 就等于放过了他们, 怜悯年纪老的敌人, 就等于是屈服于他们, 军队利用有力的战机, 或者是利用敌人的困境, 完全是可以的, 紫瑜的观点, 是从现实出发的务实考虑, 战斗就是为了胜利, 只要能达成胜利, 过程和手段可以忽略不计, 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观点, 洪水之战的失败, 让宋国再也没有参与诸侯争霸的实力, 很多人认为宋湘公的做法太迂腐, 太刻霸, 笑话宋湘公不懂军事和政治, 我们通常认为, 战争要讲求谋略, 贵在出奇制胜, 可是宋湘公却为何要固执地坚守自己心中的那个礼, 从他的失败, 又能看出当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贵族的落寞。 春秋战国时期, 贵族图强, 韩室崛起, 贵族是怎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有着怎样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拥有哪些政治特权和司法优待? 在血缘决定身份的贵族时代, 出身贫寒的世人阶层是如何崛起的? 他们为何会被王公贵族们争相招揽为其所用? 在诸侯新国图霸的过程中, 世人阶层发挥了怎样的价值?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政治制度史话 尽请关注 当时和之后的两千多年里, 有很多人都在笑话宋将公, 笑话他不懂军事和政治, 笑他的傻和蠢, 但是宋将公的思想和后来人不一样, 他毕竟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 那是一个贵族时代, 分邦建国和中法制度在社会上产生了世世代代垄断高官厚禄的世袭贵族群体, 贵族政治啊, 有他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 贵族为什么称其为贵族? 一个人能够成为贵族, 首先必须要有贵族的血脉, 但是仅仅具有贵族的血统, 他只能是一个平庸的贵族, 不能成为领导者和社会的精英, 更不能让广大百姓幸福, 一个真正的贵族血统只是入场券, 核心竞争力是他的道德品质和精神追求, 真正的贵族必须是品格出众, 道德表率, 有理想抱负, 并且能够带领其他人为了这个理想抱负而不断奋斗的人, 他可能处于绝对的劣势, 甚至可能贫病交加, 连吃饭都有了问题, 但是他走在大街上依然是衣冠整洁, 抬头挺胸, 看到地上有三两个铜板也不会弯腰去剪, 相反, 他看到需要帮助的人还会尽其所能地施以援手, 反之如果是一个衣冠华丽满面春风的人走在大街上行色匆匆, 看到有人乞讨就扔过去一百块钱, 看到绿灯变黄了还门踩油门冲过去, 这样的人是暴发户而不是贵族, 总之贵族不是生出来的, 也不是用钱堆出来的, 而是由精神塑造而成的, 真正的贵族要为社会提供道德表率, 维护社会规范, 引领社会的发展方向, 宋湘公就努力成为这样的人, 春秋时期已经是一个逐渐力奔越坏的时代了, 诸侯国争斗不断, 战争此起彼伏, 原先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原本礼乐征伐自天子初, 周天子拥有绝对的权威, 建立系统完备的宗法政治制度来规范诸侯的权利与义务, 规范天下人的言行, 可惜, 周天子的权威在春秋早已经没落, 一些大的诸侯国强大起来, 礼乐征伐自诸侯初, 而且一些大国肆意侵吞灭亡其他小国, 周朝的旧制度已经解决不了现实问题, 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 但是宋湘公仍然坚持日渐衰落的周朝礼法和制度, 这是因为他想借用西周的那套规范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比如他想召集诸侯大会讨论和平与秩序问题, 恢复周天子颁布的社会规范, 为此宋湘公仕以身作则, 带领宋国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奋斗, 他坚信乱世更加需要回归道德和正义, 坚信仁义之师必将战胜, 势强凌落的侵略者, 宋湘公在洪水的岸边, 肯定也看到了宋楚两军实力相差悬殊, 肯定也想过宋军惨败的可能性, 但是贵族的精神不允许他突袭敌人, 相反激励着他一马当先, 从正面向着强大的储君发动冲锋, 宋湘公的失败之处不在于他的梦想, 更不在于他的坚持, 而是他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大势, 历史车伦进入春秋时代, 周天子的权威丧失殆尽, 权力和资源开始下移, 建立在周天子万事大宗基础上的宗法制度和分分制度难以为继, 贵族政治制度基础也开始遭到削弱, 中国的贵族政治开始向现实政治过渡, 在这个时候, 宋湘公还想用贵族时代的制度和礼法来解决变革时期的现实问题, 注定是成功不了的, 宋湘公为现实抓错了药方, 但是他治病救人的行为本身不应该受到嘲笑, 相反, 值得后世的学习, 从实践角度来说, 洪水之战标志着中国的战争发生了重要转折, 光明正大作战的李毅之兵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以狡诈其谋为指导的作战方式开始兴起, 中国人开始习惯兹者鬼道也的观点, 作战再也不复贵族时代的单纯, 洪水之战的第二年, 公元前637年的夏天, 宋湘公因为伤势发作, 不治而死, 宋湘公洪水之战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收看下一集的法律讲堂, 谢谢大家, 再见, 他曾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奴隶, 年近70岁时却成为了一个大权在握的宰相, 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传奇故事, 让他命运斗转, 实现了从奴隶到宰相的巨大跨越, 在明天的节目里,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从奴隶到宰相,